风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发表会正式开始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贵宾利林参加本公司的业绩发表会 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议程 因应主管机关要求上市省议会询问重点 在此宣读风祥控股产业营运及其他重要风险 以及特别记载事项有以下几点 第一 产业 营运及其他重要风险 一 产业风险方面 越南机车市场成长动能趋缓的风险 销货集中的风险 产品核心设计能力掌握于原厂的风险 主要原料来源掌握于国内外大厂的风险 低价等级产品竞争的风险 二 营运风险方面 一 汇率的风险 二 越南工资上涨的风险 以及员工缺工罢工的风险 三 其他重要风险方面 一 总体经济 政治环境 外汇 法令的风险 二 股东权益保障的风险 第二 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计上市审议委员会要求 于公开说明书特别记载事项已结 揭露之事项 一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 业绩变化合理性评估 二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 销货集中于日系两大车厂的比重 均达六成以上 且需配合客户需求 加入统购系统 有关销货集中的原因 对营运的风险 以及因应措施之评估 以上风险事项及相关应应措施 以及补充揭露事项 请您参考您手边资料袋中的说明 谢谢 接下来为各位贵宾介绍今天的与会嘉宾 首先欢迎康和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康继 周董事长 安永联合会计事事务所 红贸易 红会计师 协和国际法律事务所 张品坤 张律师 以及风祥控股 游明辉 游董事长 接下来恭请康和证券 周康继 周董事长 为我们致辞 谢谢 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的风祥的游董事长 赵总经理 还有我们风祥的各位董监事 各位风祥的各位干部 还有今天余位的几位 很重要的人物 一个就是我们协和会计事务所的 金律师 张律师 还有我们安永的 红筷 张筷 那当然还要感谢的是 我们交易所的 李副理 杨组长 蔡专员 谢谢你们 经过了诚诚的考核 总赞我们风祥能够顺利地可以挂牌的 那么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风祥的股票代表多好 五二八八 我给你划划 真的很好 非常好 所以我看到这个代表我心里就觉得 哇 这个不红也不行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我要在这里振动跟各位推荐一下 就是说 风祥其实 它已经经过四十年的岁月 是一家非常稳固的一个企业 1974年的时候是 我像尤董的父亲 创立的 在新装创立的 然后呢 接着你们兄弟接棒 真的了不起 我说兄弟同心的话 其力可尽 这是一个非常 很稳健踏实的一个企业 因为兄弟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然后呢 到海外去开拓市场以后呢 又回来了 这个叫伊井龙龟 不是龟于返乡 龟于返乡不行 伊井龙龟才对 那么能够在这里 在台湾 在本自己的国家来挂牌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 他们是在大概1994年 到越南去 那是跟着台湾的一些机车的品牌去越南 那时候大概在南部的地方 去开始开创 然后2001年的时候 配合着日本的知名的品牌 到北越去 到河内去 所以他们不是 一去就是很发达的 还是一步一脚印这样走出来的 我想一个企业 能够非常稳健的在经营 这个企业就也是绝对值得我们来投资的 而且呢 看他们兄弟这样齐心合理 我真的我也很感动 我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放心啦 你们在这里也越做越好 你看我让你发烦 对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代号 那我想最主要还是在 除了他们自己同心协力以外 最主要还是在 怎么样去开发他自己的技术 这个是最重要 我开始在想 你做旗车的鸡 那是什么的 那个真的是没什么 铁架做一做 早期是这样没错啦 早期是这样 我刚才替鸡的 冲冲的那样就没了 但是到后来越来 很多东西越来越精密 像现在的铝鸭住了 还有仿经营的这种 这种冲鸭 这个都不是一般的技术可以做到的 所以他们做到了 尤其很难得就是说 各位都知道 日本品牌 只要你做这家 绝对不能做别家 很奇怪 日本他就有牌他心很强 你看他可以做HONDA 也可以做YAMAHA 那是表示什么 他们东西的品质 让这两家公司不责不选择他 这样的技术 你说别人比得上吗 绝对比不上 现在连皮亚九 皮亚九 皮亚九我说了你们就对 皮亚九 皮亚九也在用他们 你看 所以他现在已经是跨出去了 跨出去了他的领 不是只有在越南 东南亚而已 他跨到欧洲去了 美国现在医疗器材 在美国有了 他现在又跨了另一个领域 在美国去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这样的公司 他不是在一般的 基础工业量力在做 而是一直往 比较高技术 高新技术的方向在走 而且一直在成长 另外一个 最值得我们 新鲜的就是说 它能维持破例 各位看看最近三年 每年都是在五块以上 今年一定是超过了 一定超过 我不能给你讲多少 等下讲的话你要做预算 开玩笑 所以呢 我们康可的证券非常荣幸 搭配了我们红块 我们协和了金块跟张律师他们 张君律师张律师他们一起来辅导他们 虽然这个过程也仍然很辛苦 但是这个经验非常好 这个其实让你们感受到 其实教授所给你们的要求 其实都是在 希望你未来发展能够走一个制度化 公司治理要走制度化 所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当然非常谢谢他们 能够那样子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整理过 帮我们看过检查过了 这一点要非常感谢他们 在这里我再次恭喜他们 9月25号就要挂牌了 那么即将成为教育所的一员 未来还很辛苦 资讯的揭露要及时充分 公司治理一定要做到 这个是变成一个上次公司所必要必备的一些条件 那我想我们乳董们 应该有那样子的勇气跟实力来接受这种挑战 那我想在这里也预祝他们 这次挂牌能够非常顺利而且成功 希望我们各位投资者 好的标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想 应该要不要 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大家 能够百忙中来参加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已 大家发财 谢谢 谢谢周董事长 接下来请 风祥控股 游明辉董事长 为我们致辞 台湾政经教育所的李护理 以及杨组长 以及蔡专严 以及 我们各位投资先进 以及我们各位贵宾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台湾政经教育所 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加入上市这个大家庭 那对我个人跟我们公司的团队来讲 这是一个责任的加重 那也要感谢 在这段期间 康和跟安永 很用心的辅导 很严厉的要求 让我们公司的体质 能够提升 能够制度化 在这段期间 公司整个的体质 的提升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同样的 我们要感谢 我们的股东 以及董事 以及我们协力伙伴的 这类支持 那这个责任的加重 我们将会秉持一贯 我们的经理念 挑战 卓业 以及吸盐造福 以及我们的品质政策 诚信创新 顾客满意 为我们的客户 为我们的股东 创造更大的价值 同时也在这时间 也祝福我们各位 先进能够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谢谢 谢谢邮董事长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我们的经营团队 我们总经理赵文强 赵先生 我们的财务长张文龙 谢谢大家 再一次谢谢邮董事长 接下来请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洪贸易洪会计师为我们致辞 谢谢邮董事务所 风祥集团 邮董事长 康儿证券 周董事长 还有叶总经理 那还有协和国际 金律师 张律师 那还有我们交易所 李复理 还有杨组长 蔡专员 还有我们风祥 董事 以及在场 各位创统先进 大家好 那个刚刚周董没有站在台上 害我也不敢 站在台上 我就在这里 那我想在四年前 我成本董事长 委托这个责任 那我跟各位一样 心里可能都 有一些陷入为主 对越南经营环境的一些想法 大概有三个方面 比如说 在越南可能会有很多罢工 但是实际 我进去公司之后 发现 公司经营团队 在员工的照顾 有如家庭一样 在越南近十几年来 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员工的纠纷 那第二个 越南汇率的波动 那这五年来 我也看到 风祥在外销市场的积极拓展 去避免这些外汇 带来的一个波动影响 那第三个 是在这个市场产品的一个集中 那我也看到公司 在这五年来 积极的在医疗器材 还有休闲车辆的一个导入 那也逐渐的看到这些产品 在发挥它的一个效益 那在未来挂牌之后 我想还有蛮长的一段路 需要仰赖各位团队 继续努力 继续打拼 为所有的投资者 提供这个更好的获利 那在这个挂牌前夕 也进出公司 挂牌成功 各位先进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横快技师 接下来请各位贵宾 一同观看一段 介绍风翔控股 公司概况的影片 风翔控股 专注于全球精密零件的生产与研发 成立以来 以稳健踏实的步伐 一路成长茁壮 由台湾发展至越南 不断壮大经营规模 提升企业竞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翔控股 结合来自台湾 日本 越南 中国的优秀经营团队 累积近40年的经验 及专业知识 秉持挑战卓越 奇缘造福的理念 及诚信 创新 顾客满意的品质政策 用心经营 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掌握市场脉斗 风翔控股 以快速的开发技术与设备 打造产品无限可能 透过完善一贯化的严谨制造流程 提供客户稳定弹性 且高效率的产出服务 严格控管每个产品品质 稳定成长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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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组织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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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协助我们开拓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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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问题点 第二个原因是 当年度在2013年的时候 2012年应该补的税预计算是2012年应该补的税额 所以以上这两个原因是2013年 舍得税大幅增加的原因 以上说明 谢谢 下一個問題 有投資先進問到 電動車目前在越南機車市場的發展狀況如何 是我會期待機車 第二個問題是 對公司是我會造成營業上的影響 這一點我請我們總經理為各位說明一下 謝謝 各位投資先進大家好 電動機車目前在越南那邊的話 是算在起步當中 當地自由品牌目前是沒有 但主要還是以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地區進口 有一部分早期是整部機車進口 有一部分是零件進口在當地組裝 今年越南法規有做了改變 就是說第一個是先規定在越南當地組裝一定要有組裝合格的廠商 所以早期一些 算是走資進口 各種管道進口 然後家庭市組裝那部分的話 那部分今年已經沒有了 然後 然後第二點是今年上個月 就開始他有要求機車要掛牌 電動機車要掛牌 所以他在這方面的管制 那個也造成今年的一些電動摩托車或是電動腳踏車的話 就是沒有像前幾年那麼好 當然在越南那邊的話 就是說因為他是在都會區的話 電動摩托車電動腳踏車還是會有一些基本需求 但是各位都知道 電動腳踏車它的續航力大概是60公里左右 電動摩托車大概是100公里左右 如果說以越南的一些郊區的話 他們那個目前使用的話 還是那個還沒辦法 那個電動機車是不是會取代那個傳統機車的話 確實會有一部分 確實會有一部分 但是對我們來講的話就是說 因為 傳統機車也好 然後那個電動機車電動腳踏車也好 基本上我們做的這車架零件都是一樣 類似的製程 然後那個 我們這幾年其實也有那個跟一些 這方面的那個廠商的話 已經有在檢討 我們也會持續的了解這個電動機車電動腳踏車 將來發展 也會找時間適時的那個 是不是 一個適當的時間 時間點去做一個切入 但到目前為止那個電動機車電動腳踏車 以最近媒體在講 整個市場可能大概是在200萬台 但是以腳踏車為主 電動腳踏車為主 電動摩托車 電動摩托車的部分的話 那個 大概幾萬台 目前大概幾萬台 因為價格相當高 所以說電動摩托車目前在越南那邊 銷售狀況還是相當差 以上謝謝 下一個問題是有投資先進有問到 醫療及重機市場的 公司的發展策略為何 這一點我請我們總經理為各位說明一下 謝謝 剛剛在簡報中的話就那個也提到相當多 就是說我們目前那個早期在越南那邊的當地銷售比重相當大 相當大 而且各位都知道就是說那個傳統的機車的話確實 在那個競爭性或獲利性的話總是會比較小 我們就從台灣風翔這邊那個做 做這些醫療器材這個經驗然後延伸到越南那邊 然後逐漸的去拓展這些目前的這些醫療器材這些客戶 這醫療器材 還是一樣我們將來在那個整個 經營上的一個業務的主軸 這一個主軸 重機車 其實剛在那個 簡報中也跟大家說明不只只有重機車 包括沙灘車這些特殊車輛這些的話 這些也是一樣就是我們一個未來一個發展主軸 因為這裡面的一些製程跟我們現有這些產品的製程都很類似 當然就是我們會盡量往那個高階的就是這些重機車這些 或修飲車輛這些的話 從那個比較高張力的 高張力鋼板 高張力鋼管這邊 然後 往那個 鋁合金這些的 比較輕量化這方面的市場 我們會 以這兩大主軸當作我們那個未來 在整個企業 整個集團的那個 那個 業績發展動能裡面 那個 我們一個重心 以上謝謝 由於時間的關係 今天Q&A的時間就 就到此結束 在此 請尤董事長 帶領所有的經營團隊 向各位貴賓致意 今天非常感謝 各位來 參加本次的這個 上市前的 說明會 謝謝大家 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敬請多多支持 與鼓勵 最后 敬祝各位貴賓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投資順利 謝謝各位 各位貴賓